我不知道韓國瑜指的是哪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要倒 我在想應該是2000年之前 就是國民黨第一次 2000年之前 不是2016這一次 不是 國民黨要倒 國民黨2016 國民黨早就倒了 我的手機早就倒了 不是2016 我覺得他應該是在講2000年的時候 2016那時候並沒有撒錢 並沒有什麼政策買票 完全沒有 因為其實民進黨現在的處境 有點像2014年之後的國民黨 那時候2014年太陽花之後 其實在第二任 就馬英九的第二任 就幾乎是寸步難行了 那麼在2014年 因為有食安風暴 然後又有太陽花 所以在2014年之後 幾乎就是你馬英九的政策 幾乎馬英九的政府幾乎停擺 就是你講什麼都沒有用 你偷什麼都有用 然後沒有撒錢 那時候哪裡有 完全沒有 他講的 我覺得如果有的話 我在想 而且韓國瑜那時候也不在政界 他也不在政府 我覺得韓國瑜的印象 以他的印象的話 他應該是在講2000年那個時候 就國民黨第一次丟掉政權的時候 那時候李登輝也大撒錢 我在想他應該是在講那個時候 不然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時候 因為那時候國民黨可能 加大越大 對不對 還有很多錢可以撒 對 我在想他應該在講那個時候 而且不只是政策買票 可能譬如說選舉也撒錢 他講的可能比較是選舉撒錢 我再猜 那麼回過頭來講 就是他覺得民進黨現在 就很像當年國民黨要倒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剩下權力 剩下很多國庫的錢 因為以前國民黨不是只有 中央政權的權力跟資源而已 黨產也很多 地方上選舉的人自己也很有錢 就是都很有錢就對了 可是在2000年之前的那個國民黨 長期的執政 中央長期的執政 然後黨產 那不是我們現在講的 那時候的黨產不得了 然後那時候國民黨很多的 從政的這些政治人物 也是家產也非常的龐大 即便在那個時候都倒掉了 都讓陳水扁當選 所以表示光是靠權力跟資源 韓國瑜的意思是沒有用的 韓國瑜去參選沒有人看好 沒有資源 連一碗滷肉飯都沒有 只有礦泉水 他為什麼會當選 我覺得他其實意思就是說 不是他厲害 而是老百姓想的是什麼 這才是關鍵 民進黨現在很簡單就是 我坦白講 你叫我幫民進黨講 我也不知道他要怎麼樣 就是沒補 沒交 更何況民進黨所習慣的 這幾張牌 以前都有用 現在都沒有用 以前譬如說悲情牌 民主牌 所以這一次高雄選舉 到台南這一次的補選 都說一定會講 三重也是一樣 這就是民主勝地 顧台灣 顧台灣 民主勝地不能輸 我就說有一個 我坐一個建車司機 他是高雄人 他就跟我說 鄭小姐 我跟你說 大便都跟我們說 這是民主勝地 民主勝地 說我們高雄人都去勝地 所以這邊才給你揹 但是實在是聽得有夠聲 大便都說我是民主勝地 所以這就是韓國瑜講的 高雄人不欠民進黨了 或許以前高雄人覺得有欠 有虧欠 民進黨犧牲 奉獻 但現在真的已經不欠了 好 這張牌就沒有用 另外就是省級牌 韓國瑜是外省人 他是外省的 他是以前民進黨口中的 軍系立委 你看多可惡 這種人怎麼可以載民主勝地 選舉給他選贏 那就表示說 韓國瑜的作風 也不讓人家覺得說 他是外省權貴 因為他就是一個 跟基層一起的人 所以他的氣口 就不給人家這種討厭的感覺 那民進黨就要去想 為什麼他民進黨做事情 會讓人家覺得討厭 是不是權貴的這種氣息 已經感染在民進黨的 整個執政的 這整個的團體上面了 氛圍上面 而他們卻毫不自知 因為在高雄或在台南 都是民進黨長期執政 第三招就是政策買票 政策買票因為你現在有中央執政 這是最方便的 不然怎麼辦 就是有一點死馬當活馬醫 所以就像王醫師所整理的 就盡量大放鬆 以前也很有效 以前從一開始 那時候民進黨之所以 能夠地方包圍中央 不就是從老榮年金開始 導致津貼 對啊 所以鄉下那時候 本來是叫做民主沙漠 什麼民主勝地亂講 以前那時候 跟那樓村都是民主沙漠 就是民進黨口中的民主沙漠 阿扁在台南關算就不定 他自己的股份不定 要來台北市算 那時候民進黨最強是在台北市 不是在這些農業縣 可是後來這一招 我覺得整個翻轉了 當然還有後來很多其他的原因 為什麼這一招也沒有用了 現在大家都附了 然後你每一樣 都要用這種方式的時候 再加上每一個黨 我說實在的 也都會喊架 也都會加碼 老百姓現在似乎也看破了 覺得說這個東西也沒有用了 最後一張牌就是仇宗牌 就是阿強要打過來 台灣人要勇敢 站起來 要拿掃手跟阿強 對不對 站到底 站到玉山頭 也要站到底 你想想看 蘇貞昌這個訴求 有幾個人要跟他 站到玉山頭 拿掃走 站到底 就沒效 那怎麼辦 馬上選舉補選就要投票了 沒交 就沒交 那個專訪在網路上大家去看 記者問他 他說 現在民進黨的政策上面大撒幣 那麼其實跟當初要 國民黨快倒的時候差不多 剛剛立文解釋 他認為應該是2000年 不管是2000年還是2016年 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倒了 還是倒了 就是說不管怎麼樣就是倒了 今天你要回過來講 他的那個專訪 大家去點 他要講 民進黨應該要思考人民要什麼 大家去看 因為最近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2017年3月 當時韓國瑜他參選 黨主席時候的影片 又陸續一個一個被拿出來看 那些影片的畫面都 點閱率都非常高 可是他最後沒有選上黨主席 兩年過去 整這兩年 觀眾朋友 現在是2019年3月 他講那些話說都是2017年3月 包含他覺得國民黨 有些地方要改 已經不要再大佬插花 大佬根本不重要等等 還有他一直強調一點就是 在野黨可以自立自強 2017年的在野黨就是國民黨 可是他也有講 當有一天國民黨再回來的時候 也不希望看到民進黨摔跤 國民黨的成功不能建立 在民進黨的摔跤上面 所以你再回來看他今天的講話 他講的這一點 他的建立基礎是 民眾已經經過這次高雄選舉以後 升級變成2.0了 大家要的已經不是傳統 說我發錢給你 或者我給你一個怎麼樣的 全台灣都向台北 每個地方都做輕軌 多做捷運就好嗎 南投需要的是101嗎 台東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東西嗎 每個地方都建設跟台北一樣 都給你鐵道線設 所以之前前瞻他也講過 所以你去觀察韓國瑜 這兩年的說法 他的意思是 民進黨也不能太弱 國民黨如果太弱 民進黨他可能就會胡作非為 民進黨如果太弱 國民黨到時候又得意忘形 台灣不會更好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民進黨不要在2018去年的大敗之後 現在用這種完全無效的方式 繼續拖到2020然後再輸一次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不要再用這種撒幣的方式 但是蘇院長他其實他也很聰明 可能智商也高 然後反應又快 原來如此 就是四個字回答 就是原來你們以前都是搞這一套 原來國民黨就是大撒錢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方向去 你忘記後端的部分了 上一次也是一樣 在這個酒吧直播的時候就講說 我沒有寫過任何的公文 要求你重編前瞻預算 但是下一步就是 我什麼時候撒錢給你 他就不談了 所以原來如此 就是原來你國民黨 以前也這樣做 韓國瑜從來沒有少過批評國民黨 包含了馬英九 包含了過去的這些國民黨的高官 他都有 那些影片都在 而且他的說法也都不是針對人 而是他覺得國民黨應該改了 所以他希望國民黨改的同時 他也覺得民進黨應該改了 好 沒關係 現在因為藍綠的對立 蘇院長是聽不下去 聽不進去 他的那一句民進黨炸撒錢 跟國民黨當時很像 他的結論是 國民黨再怎麼撒錢 也是倒閉了 你民進黨用這樣的方式 眼看也要倒閉 一人救全黨 全黨救一人 兩次全黨救一人 去年救陳其邁沒有救上來 現在也是全黨救一人 陳菊 賴清德 蔡英文總統 所有的人都跑去台南 就是要救 要救郭郭文 可是問題是民進黨 也沒有告訴人家 如果郭郭文輸了 台灣會怎麼樣 那時候倒是跟大家講說 賴清德有告訴大家 問題是民進黨趴下去 民進黨還可以再站起來 2008年民進黨就趴下去了 可是民進黨趴下去以後 就讓國民黨跟著趴了 之後讓國民黨趴了 所以其實 大家把那個層次往上拉的時候 大家趴的是台灣也趴下去 對 所以其實 其實韓國瑜在講的事情 你去看他過去所談的這一些 他希望應該兩黨政治 或藍綠之間 對 良性競爭 然後都要更好 甚至他以前參選黨主席 他有講過什麼 他說如果我當黨主席 他沒有當了 他要去看市議員在議會 時事選擇 從他坐旁邊看 時事選得好 我給你鼓勵 時事不好 我要檢討 議員怎麼樣 就是他的整個黨的 他希望提升黨 所以他在提升國民黨 而且他用高雄市的選舉 來告訴大家 的確可以在最艱難的地方 選贏的同時 他也在期待民進黨可以不要 就是弄到變成是整個崩盤 他現在所看到的是 這種沒有辦法了解民眾 應該要什麼的急救方式 就是不只是可能沒有長期效果 甚至連短期效果都不見得會有 下個禮拜就要投票了 我不敢直接就是預測怎麼樣 我是覺得 國民黨可能做三望四 地區我就不點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民進黨的大撒錢也好 或是用福利也好 其實無法逃避最後倒閉的結果 蘇院長他看到的前段 你國民黨都這樣幹 他沒有看到後段就是 現在選民已經2.0 不要再看到直接給我什麼東西 你要給我一個生活上的改變跟未來 不是直接告訴我 下個月可以拿到多少錢